風咻咻的吹 凌晨四點多高雄市區 直擊騎士穿著雨衣難以前進 搖搖晃晃逆風 騎耗製又轉為紅燈 騎士只能硬著頭皮硬闖 這真的是人生走馬燈 高雄市區從週四晚間十點過後 瞬間強陣風達到十一級 即將目前所在位置 就是在高雄的五福一路上 那麼現場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棵參天大樹 是幾乎整棵倒在這個路中央 風吹路樹倒 駕駛行駛高雄青年路 結果 路樹橫躺路中央 宛如障礙賽 哭不了 駕駛只能倒退再退 從別的路走 台南安平區更有鑑暗鷹架 不敵強風被吹倒 幸好沒有人經過 工人緊急善後 阿哥你車丟車嘛 對啊 而安南區則因為上午雨勢過大 水灌進駐家 上一次是巴巴水 才有聲音 阿北村的颱風都不像這樣 台南更有幼兒園 轉往圍牆 不敵強風整排倒塌 旁邊民宅鐵皮 以水泥圍牆同樣垮了 而來到嘉義高跟鞋教堂 大型裝置藝術東倒西歪 大半夜 遊園車在無人情況下 跟被拍到 牆風吹襲 得退嚕 你一聽話 病變得了 這樣喔 所以怎麼沒有廢備 鏡頭轉到屏東 二十八號凌晨一點多 監視器畫面拍下 風勢強勁看板突然翻落 轎車差一點被K中 驚險一瞬間 是昨天晚上刮起了強風 將廣告看板催落 還撥起了一盤的汽車 索性沒有人員受傷 屏東中正廣東路口 木頭鐵片四散 慢車道整個拉結封鎖線 道路像是被炸過 很滑很滑 接往屏東大五部落 霧台二號變橋 山區落石不斷難以通行 車子見不去卡住了 而大水沖刷 高雄天使龍貨櫃 漂流來到 林園中門三號橋下 顧不了需要出動掉臂支援 颱風重創南臺灣 災情不斷 夏天新聞綜合報導 道路被沉堆土石掩埋 完全截斷去路 上方還有瀑布 不斷傾斜而下 現場出動挖土機 不過工人們面對強勁水流 和巨大落石也無從下手 台風過境 台東山區落石不斷 而同樣的情形 也發生在花蓮 赤戈山上不少住戶停電 只能點蠟燭 赤戈山在二十七號晚上就傳出停電 目前一部分已經搶修完畢 不過因為山區落石阻斷道路通行 還有約十七戶未恢復電力 不只山區台東富岡漁港 也有船隻不敵狂風暴雨沉入海底 開起來了嗎 調掛設備緩緩將船隻打撈起來 環保局也派人進行清除油污 不斷拋出吸油棉避免油污擴散 颱風過後 華東地區力拼災後重建 三立新聞旅燕王皓園 胡佳鑽 花蓮財東 採訪報導 洗衣機內全是迷彩服 洗衣機因為沒有電而停擺 看著籃子裡堆成小山的迷彩服 位於高雄岡山洗衣業者急壞了 接著軍方洗衣業務 一早八點半發現停電 擔心趕不上預訂的交建時間 遭軍方開單處罰損失 恐怕傷害三十萬元 直到下午兩點半電力才恢復 來到高雄男子 住家內靠著手電筒打燈 有店家遇到停電 在玻璃門上貼暫停營業公告 大高雄地區經過營業風雨停電的 最高峰超過八萬三千戶 陸續搶修 工程人員出動陸續查修 各個行政區的停電原因 冒著風雨搶修工作 持續進行 三立新聞南部綜合報導